刀、剑是一门结合科技、人文远远流长的工艺艺术 林兰派驻剑大师陈天阳擅长以传统古法驻剑 搭配各种剑术打造出独一无二人剑合一的作品 还多次获得民族工艺奖 为了纪念陈天阳逝世一周年 台中势力港区艺术中心从2月17号开始 展出陈天阳所著宝刀、宝剑共42把 展现中国的千百年刀剑传承艺术 橱窗里展示了12把宝刀和30把宝剑 精致又考究 这是台湾已故驻剑大师陈天阳的作品 源于中国大陆岭南驻剑派的刀剑传承 做一个造型的团人 最主要的是它的修心 这42把刀剑都是陈天阳大师生前铸造的 不过观众朋友知道怎么区分刀和剑吗 这一把陈天剑为纪念中华民国第一届民选总统而铸造的 相当具有历史价值 刀者道也 剑者剑也 陈天阳铸造刀剑 讲究人剑合一 重视习武修身 我们做人就是要学刀剑一样 学剑之结底 剑点自己的行为 如何去教育他人 学刀之道理 做人所思之道 要明是非知理 人剑是合一的 一个人他的精神 他的意志 他对一个时代的看法等等 都已经融入到他的剑里面去的 所以今天所展出的42剑 我想每一剑都有它的历史 它的一个意义 很香 古人习武 常与刀剑相配 通过欣赏千百年刀剑传承艺术 领会文武合一的精神 新唐亚特电视 邱婷喜赵阳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这些人 都不在意义 我们都不在意义 我们都不在意义 感谢观看